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里小农庄 休闲养兰大都是以住家可用的空间 规划成适合养兰的环境 所以必须先检测现有的环境要素 才知道如何改善成适合的养兰条件 那么最起码的养兰条件三要素 就是温度、湿度与光照度了 温度计与湿度计相信一般家庭都会自备的 如何使用,我们就不再多说 现在就来分享如何运用手机就能测量光照度 手机需安装APP 首先登入手机后打开Google Play 再点选搜寻输入照度计 搜寻结果后选择照度计 再点选安装 进行安装中 安装后就可点按开启 或由手机荧幕图示点选照度计 使用时 使用时手机荧幕正面要对准光源 我们按下开始测量 所测出的照度就会显示在下方蓝色字体 我实际找几个棚内不同位置测量看看 光照度范图 光照度范围大约在800Lux至28000Lux之间 而手机荧幕角度不同 相对测出的照度是差很大的 许多研究报告有关养蓝照度 各位参考就好 小苗约8000Lux至10000Lux之间 中苗约10000Lux至20000Lux之间 而大苗约在20000Lux至25000Lux之间 我是没办法依照这标准来宝贝我的兰花 就随着阴雨天晴 任由自然阳光照射 不过光线太强时 需要加个黑网 以防蓝叶受到阳光直接照射后 造成叶烧 这是我设计的可手动收放的黑网设计哦 提供大家参考 光照弱势短期间不足 或许可度过 但长期都处在弱光下 就一定要补光照明的 否则 蓝花会越痒越虚弱 直到挂掉为止 而照明设备 与蓝花距离 会影响照度的强弱 要多试几次 并用手机测光照度 以取得适当的位置 另外我用红外线测温器 好奇的四处测量 无意间发现 不同介质造成的影响 是不能轻忽的 例如在同一环境 与同时间 受到阳光照射下 某种介质温度 却能高达50度C以上 这已经超出根部组织 所能忍受的温度了 所以这类细质成分高的植料 不建议铺于上层晒到太阳 高温后 就不利于根部的攀附了 同时养蓝环境 也必须关心 每天温度与湿度的变化 一般蓝花 可接受温度为 15至35度C 湿度则适应范围较广 与使用介质有关 一般最佳湿度为 80%左右 以下个人整理出几个 有关温度与湿度的心得分享 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 一 温度方面 气温低于16度C 必须做好简易防寒措施 可参考之前影片第12集 简易防寒设施 影片连结于右上角 搭了棚架做简易防寒后 大致是可以过关的 但还是有几盆受冻伤情形 原因就是 出现在这些都是新购买 且都是中小苗 这说明了兰花 来到新的环境 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尤其是中小苗 对低温度的承受度较低 一定要保温 经过巡化后 再进行养护环境 来到高温时 于地面放置棚栽 或是水生植物 是可降温的 因水泥地比热小 温度容易受辐射而上升 当温度高于35度吸时 若无降温设备 可以喷雾方式 与通风设备 增加对流来改善哦 至于在寒带地区 养篮 自有另一套暖房 Greenhouse的做法 个人并没有实地体验 与相关处理方法提供 欢迎有经验的男友 留言 分享 或推荐影片哦 2. 湿度方面 开放空间下较无法管控 若在棚内或室内的环境下 湿度高时 短期间内 或可以风扇增加空气流动 避免在高湿度 又处在闷热时 菌内是很容易滋长与感染 湿度低时 比较容易处理 可喷雾改善 或提高浇水频率即可 除了养护环境改善以外 是不是也要关心一下 与蓝根密切相处的 植料品质如何呢 我们先就植料的酸减度来说起 简单的说 就是当氢离子的浓度 大于氢氧离子的浓度时 是呈酸性 反之 是呈碱性 若两者相等时 则为中性 有个简单的测试方法 就是使用PH4子 沾上被测试的溶液后 再来比对颜色 我们取三个凉器 倒入等量的自来水 再取回收已处理过的蛇木块 树皮 以及水草 分别放入凉器中 浸泡一天后 我们稍作搅拌 再取凉器中的溶液 滴在PH4子 因为非精密测量 因为非精密测量 就直接沾容易 在比对颜色 PH值后 蛇木块 PH值 接近 6.5-7 树皮 树皮 接近6-6.5 测量结果 PH值 都落在6-7之间 表示酸减度为弱酸性 而栏花适合的生长的PH值 也是6-6.5之间 这也表示 使用过的旧资料 只要适当的处理 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我是用什么方法 处理旧资料的呢 已经在整理资料 制作影片中 敬请期待哦 这集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哦